中国南篮爆猛掉27岁核心主地做出重大决定 艾伦或将报销扬名无奈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诗说球 目前中国篮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战绩还是不错的 这也体现了极大决心 也让不小球迷觉得怪伦的切息可能会对中国南篮到成一定的影响 未来怪伦减少在南篮的上场 首先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中国南篮在场外受到了很多球迷极大的关注 因为今年中国南篮要参加世界杯 所以本届世界杯也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南篮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次南篮集训开始之前 我们已经看到南篮集体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有了很大的提升 乔帅的建盟为中国南篮也是带来了全新的战技术 我们中国南篮的前主地后卫郭爱伦决定不再参加南篮世锦赛 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南篮的其他队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也是 赵继伟作为他的搭档呢 最近在场下的表现也是让球迷们更加的自信和给予极大的支持 希望中国南篮能够在本届的世界杯上正式的崛起 打出我们本应该有的实力 最近我们看到赵继伟在赛季期间 去复旦大学和球员一起参加校园巡回赛 所以他也是进行了管理球队 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赵继伟个人比赛还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在场上也征服了球迷随后连中三分 也让球迷在场外为赵继伟鼓掌 这么好的心态 大家上赵继伟的打法其实更符合乔帅的场上套路 这次郭爱伦缺席之后呢 赵继伟可以在场上承担更多责任 尽量减少郭爱伦缺席的影响 最后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男男能够在世界杯的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